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新泽西的高尔夫球场 跟他太太在一起打球 他是开场叫LIV一个国际的高尔夫球的公开赛 那个公开赛也有很大争执 那个公开赛是由沙特来主持的 掏的钱 所以他给钱奖金很高 等于就跟美国的叫什么AGP 是什么 就形成了一份对抗 所以美国本身有点不太那个 就是很不高兴 但是川普呢 因为在川普遇到了 可以遇到这种迫害的时候 那美国的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呢 协会呢 对高尔夫对川普的一些球场就给放弃了 其中大概放弃的一个就是新泽西这个球场 但他球场本身够标准 绝对就是完全是够标准 够这够那 但很显然是出于政治压力 所以正是有这么一个背景 就川普永远是针尖队卖马 所以就支持那个沙特那个 但沙特那个给钱给多啊 而且因为沙特之前呢 因为一个华盛顿牛报一个记者被被杀了 那是被零尺了 那个因为那件事情美国跟沙特搞僵了 所以前后故事就这么个故事 那川普不管 川普就直接了当了 说反正你美国的叫NGA叫什么 你不跟我玩了 那我就跟他玩 所以因为沙特给钱给多 所以就自然就吸引了一些 在国际社会中顶尖的高尔夫球手 那这些人呢都在川普的 特别是在新泽西跟佛州的两个球场都打过球 所以就形成这么一个对局的场面 那昨天川普的律师在 你看华盛顿DC在过堂的时候 那川普自己就跟太太就参加了这个 参加了这个高尔夫球赛 俩人都挺开心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场面 就是他确实表现出川普对今天 对他的诉讼的一切的那一份蔑视 他对整个这个权力的一切 所谓这种精英的一切 迫害的一切 一切以所谓的法律名义的一切 他表示了非常傲慢的态度 那这一份的傲慢呢 我相信肯定会激怒那些精英者 但没有没有 但精英就是很显然 他很多都是出于一种羡慕妒忌恨的 所以这就是这个场面 那我们看到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那这是在川普毫不就毫不在乎的背景之下 那法官在在跟川普的律师过场的时候呢 挺厉害挺凶 所以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部分 他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川普的律师并没有上来就是否定 这个否定这个protend 就是这种叫防止令 没有否定他就是政府提出来说 有一个防止令的话 他没有完全否 而是说你的防止令的本身太过广泛胡来了 大概是从这个角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法官在下什么order的时候呢 同样有了他一些具体的就是 就是川普很清楚自己在干嘛 给我直接体会就是 川普早就想过要打到最高法院 所以在这一面呢 他就不想消费 好像不太想消耗太多的精力 所以在一下来 一开听一打 法官就先接受了川普律师的一些申诉 就说作为一种保护条款 不能那么广泛 应该很狭隘的 这个接受了川普律师的说法 然后他就他就讲说对一些非常法庭上的证词 关键上的一些证据 那这个这个川普不能随意随意在媒体上和社交媒体上 是狂欢式 他用词叫狂欢式的一种泄露披露 他说那个呢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对一些涉及到机密的一些条款 他肯定他也不允许这样 他特别提到社交媒体 那原因呢就是川普的律师也提到说 那作为今天的川普是美国竞选的总统 所以必须要考虑这一点 那恰恰这一点呢被法官非常的反感 就法官立刻就急了 他说我根本不考虑 完全不考虑 那律师就挺横的 律师就说你不考虑呢 他现在在跟那个拜登在竞争总统 那拜登是现任美国总统 那你呢意思 你就是奥巴马选的 奥巴马选你的时候 他是他是副总统 那这个是不公平的 一下法官就就一下就蹦了 他说我根本就不管 这是一个刑事案 所以这里强调这是个刑事案 那刑事案就按照一切刑事案的定夺 来运作 我根本不管你竞选不竞选总统 竞选总统不关我一根毛事 所以这个就是很显然法官的做法 也是为了阻止川普竞选总统 来干扰川普竞选总统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任何正常的一个环境 他肯定不是 肯定不要考虑 就人有一个基本道德素养的话 会考虑这一点的 所以这是川普的律师跟法官之间的 之间的一个明确对垒 中间还有一些其他 他提到说如果川普违反他的禁令的话 将会加快审理速度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非常的 原形毕露 就是大家事也不遮不掩 对吧 什么叫加快审理速度 跟减缓审理速度 这话你法院作为法官 是一个案子 你该怎么审就怎么审 快跟慢 成为了一个影响的故事 就是说你不是想拖吗 我就给你加快了 那法官就变成了完全跟被告者 是一种对立的冲击的一种玩命 所以这就是毫不遮掩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说法 听话听音音锣鼓听声 这是我们的看法 所以川普自己就是很很开明 就是很无所谓 那很直接了当的面对了这一切 面对这一切 那你又又这个 英国的美日电讯呢 就把整个那个故事 川普的态度就给介绍一下 以一种这种嘲讽态度 那里面呢 他讲了一些细节 法官拿出了保护令 这是肯定的 不得再以种狂欢式的气氛 或者媒体审判式的气氛 那不行 煽动性的言论将带来更快的判决 所以媒体审判就是意思就是 川普要把庭审东西都扔出去 你们说吧 你们看吧 这合理不合理 法官这么干合理不合理 这就叫媒体审判 那很显然法官不喜欢这样 狂欢节式的气氛 狂欢节式的气氛 就是闹了 对吧 就是忽悠民众在闹 那这个东西呢 都是一种定性的 不是一种确定 那法官说这是狂欢节 就是他 如果他说这不是媒体判决 就不是媒体判决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显然 这都是一个随时来打击川普的东西 但现在看呢 就川普就豁出去了 你定我什么罪都无所谓 我一定跟你干下去 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在你这儿 获得公平的审判 全世界所有人也承认 也不会在你这儿获得公平性审判 那当我根本就已经明白 你不可能公平审判的时候 我砸碎你的法 我砸碎你的法庭 我就跟你玩了 我看川普有这种气氛在里头 如果没有这种气氛的话 他为什么不认真对待 你说他认真对待 他跟老婆俩人去打高尔夫球去 乐乐小样子 啥样子 他给你整这个了 对不对 那你就两回事 他打 你要记住啊 他向法官挑战的故事 说高尔夫球场是我们家的养猫场 那是他们家的 对不对 你法官吹什么牛 你气死你 气死你这辈子 加上你孙子 你也那么买不起一个高尔夫球场 那精英是很在乎这些的 所以川普呢 川普是个老顽童 很会就是很会 就是你不整我吗 反正我也跑不了了 你整我 我跟你一块整我自个儿 我摔碎 我摔地 我给你摔碎了 我让你捡都捡不起来 你拼都拼不够 行不行 你整吧 那就下了 对吧 所以他很显然采取的是这个方式 文章介绍了他整个内容 星期五川普在新泽西高尔夫球场做东 他做东了 那边在出庭 然后做东的时候呢 跟他跟他在一块 和他的男普叫Nota Nota是跟他被审了 川普拿了三个iPhone手机 拿了三个iPhone 那里面在讲 他们在开庭 然后法官警告川普的律师 说他不许有煽动的言论 否则更快审判 所以这就是一个绝对不公平的一种来 一种威胁 这不是法庭 我觉得这是威胁 然后提到说 他根本 他不会让关于颠覆2020年大选的指控的审判 变成媒体肆无忌惮的宣传 跟这种审判的狂欢气氛 也就是他竭尽全力 要阻止川普利用审判的本身 来成为他的竞选的一个动力 这是肯定的 里面结束的时候 他就多次提到川普的释放条款 就必须要遵守命令 他意思要抓他 释放条款 然后川普的律师就提到 一定要让彭斯出庭 另外彭斯出庭原因就是 在特别检察官的诉讼词当中 引用了大批的彭斯的内容 那彭斯自己呢 彭斯自己呢 有非常了断的破冠破摔 所以律师呢 就拔死了 要把彭斯弄出来 因为彭斯的弊端就是 他的错误太明显了 所以把彭斯弄出来 逼疯了他 其实这个案子就 结果就出来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 然后保护令 说保护令来保护审判跟证人 那川普的律师 劳罗引用了竞选的概念 那结果法官坚决 坚决就是否定 确保川普先生赋予 任何公民拥有的所有权利 但你不要跟我谈 有关这个大选的问题 我绝不考虑 然后呢 在有关彭斯的问题上呢 他似乎没有 我没有看到太多的东西 主要是劳罗 说川普有能力公平 来对来回应政治对手 那这是他提出来的 那但是呢 法官就讲说 川普的日常工作 日常工作宣告 应该反对者的愿望 必须让步 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概念 反对者愿望 就是有关大选的问题 川普是一个竞选者 然后呢 那法官说你是政府 被政府告的人 因为司法部 所以那你有任何愿望 那我不管 我要以政府 告你作为基础 所以本案是刑事案 按照正常程序 确保证人和完整程序 被告的言论将受到限制 他就他明确讲 那在有关彭斯跟政府相关条款的时候呢 劳罗再次提到彭斯 要求因为牵扯到竞选问题 然后法官就恼火了 大概大概基本上就是 我们能够看到基本上是这些 但法官自己表示说 川普保留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我可以看到审判前 潜在证人公开表达自己身份如何如何有序的司法程序 可能跟他释放条款相抵触 所以他一直强调释放条款 就是他的威胁会抓捕川普 如果不威胁抓捕川普的话 他为什么谈释放条款 所以这里面是对应的 然后这里面主要是谈了彭斯 但现在看起来没有太多的结果 基本上就这么个程序吧 我也没有看到川普针对这件事情 有更多的说话 因为宪志令已经出来了 更多的说话 他不能很难评价法官 但是之前他骂过 大量的骂过法官 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个 是这么多个故事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